在世界杯首轮 遭沙特2比1逆转后 阿根廷连过五关 最终时隔八年重返决赛 在阿根廷国内 有一位啦啦啦奶奶火遍全旺 连当地电视台也到现场为她做采访 在接受采访时 这位76岁网红奶奶向梅西爆粗表白 李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爱你了吧 你是真特么的强 上帝保佑你 我想有一架飞机能够搭我过去 然后把我扔到球场去 拥抱你 你是一个偶像 一个好男人 一个好丈夫 一个好球员 你完美无瑕 我的心甘啊 你都不知道我为了祈祷了多少次 小组在最后一轮 阿根廷2比0击败波兰 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 一帮年轻人在首都布宜诺斯艾丽丝的街头庆祝 一位76岁的邻居奶奶Christina 走出来跟他们庆祝 然后这帮年轻人 为奶奶Christina创作了一首洗脑神曲奶奶 啦啦啦啦 所以奶奶Christina 也被外国网友称为啦啦啦奶奶 之后 当阿根廷美过一关 这帮年轻人都跟啦啦啦奶奶一起庆祝 有的球迷找不到啦啦啦奶奶 甚至包围一位坐轮椅的103岁奶奶 和一位步履蹒跚的老爷爷庆祝 场面相当和谐和喜感 而在世界杯半决赛淘汰克罗地亚后 阿根廷球迷又到梅西祖母家楼下庆祝 梅西祖母就在窗口旁边静静看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